今天给大家做一道不一样的甜品 冰霜芋头 软糯适口 老婆孩子吃了生活甜甜蜜蜜 芋头有讲究 一定选利谱芋头 这种大个的 这种芋头的甘甜面 去皮备用 切厚厚的片 我们切大点的条 一定要宽 芋头切好 过来加水 咱们下水煮 芋头给它煮至半透明状 烫好之后给它过凉 把油做上给它拍粉 拍粉有讲究 一定拍生粉 带点水 生粉分两次 第一次均匀的 挂在芋头上面之后 加少许的水 给它拌一下 拌完以后 二次裹生粉 好 生粉这样的话 挂了厚厚的一层 油温三层热 就可以下芋头了 这个小火慢慢请杂 把芋头直至请收为止 做这菜得两个锅 这边去请杂 这边咱们熬糖 糖和水的比例是1比1 均匀的搅拌 这边熬的糖 这边芋头完全飘起来了 咱捞出来 控干油 粘度已经非常好了 你看这糖 这泡已经起来了 大泡 但是不一定完全被小泡以后 这个糖就倒火好了 糖好了之后 放入芋头 这时候要点来了 来 走 来个扇子 扇 你得拿铲子 拿扇子 这时候加了少许的猪油 这个是个功夫活 直至这个糖一粒是一粒 完全裹在芋头上边 说实话 这菜我舍不得下块 但是我替你先尝尝 看看啊 静音剔透 白糖一粒是一粒 这可是一道功夫菜 这道菜看着没有温度 其实非常非常烫 吃之前一定要吹一车 太好吃了 外边糖是脆的 里边芋头是又甜又面 跟上家庭 怎么样 学会了吗 尽量给媳妇露一头吧